那再來的話我們就是要把那個排名就是比較高的把它找出來 所以其實當然機率主要比較高的 為什麼找前七名 因為剛好就是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我們如果要把這個挑出來的話 那當然以往是用看的 可是相對一定沒效率 所以如果要把像二號挑出來放這邊 或者是二號先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這個顏色填成黃色的話 比如這個六等於是小於等於七 小於等於七的號碼幫我把顏色填一下 那另外不要的話把它恢復 恢復就清楚 那所以格式化的程式前面有寫過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那這個程式的話當然我們格式化就是跑一個回圈 那範圍的話當然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五十列 因為剛好49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向下追蹤的 應該還記得吧 向下追蹤的話呢 我是覺得比較比較恰當啦 因為以後如果應該這個 如果之後號碼會增加的話 不過這個號碼應該是不會增加 應該都是到49號 那如果以後你的別的資料會向下追蹤的話 你就可以什麼 向下追蹤之後的列告訴我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把向下追蹤之後的列 OK 實際上這個當然你可以寫成兩行 他第一行是一個動作 第二行是取得資料 OK 所以取得那個列 當然50 把資料帶過來 那其他當然你如果做好一個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 這邊一樣可以把它貼上 然後這邊一樣是前期名一樣 那基本上的邏輯就是 就是往下找 如果 裡面做一個邏輯判 如果它的那個什麼 條件如果小於等於7的話 小於等於7 那就幫我把它的同一列的A藍 的底色 intro color 把它改成黃色的 那黃色的話呢 RGB剛好就是 紅配率 紅色的話就是這個 255 然後2550 OK 那所以執行的話 他就自動會幫我把小於等於7的 通通都把它塗個顏色 那如果它清楚的話 當然你就直接 再把格式化 複製過來 貼過來 那幾個做法 當然你就直接 把後面的這個 這個 顏色改成沒有 沒有顏色的話就 XLNUM 執行就OK了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甚至其實邏輯判斷都不用 那這個兩可 因為其實 沒有邏輯判斷 有沒有 意思就全部幫我清空 這樣也應該OK 然後塗顏色 然後清空 這樣應該OK 只是說 如果你這樣的方式來做的話 那它效率比較差 因為它每一個 每一個都把顏色給去掉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有比較卡一點點 所以如果 這個可能還是要 實際上 情況而定 如果只是49個 那沒關係 你寫這樣OK 可是如果我說呢 它是4900一個 甚至4萬多 你就千萬不要寫這樣 我是建議你寫成怎麼樣 你可以寫成用Range 因為是要做同樣一件事情 我先把它註解掉 註解 如果說呢 你那一件事情 要全部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用Range Range的話呢 那意思是說 全部的範圍 哪個範圍 從A2一直到A50 所以你就A2 冒號 A50 那都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就做什麼事呢 把它的底色 點什麼呢 點introcolor 所以intro 這邊一樣 所以其實Range 跟Sales的屬性都會一樣 點什麼 點color 等於沒有的話 等於沒有的話 就xlnum 這樣OK 寫完的話呢 那速度一樣會比較快 OK 知青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等於是 做一次動作而已 它其實就是先把範圍先選起來 然後再做底色把它變成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比較不會卡啦 它就pip一下OK了 所以可能要特別注意 以後 如果你遇到的是 都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我建議 你就一定要用Range 否則的話呢 那個效率會比較低落 但是 上面這個當然沒辦法 因為它一定要判斷 你不能說整個範圍 沒辦法整個範圍 全部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Sales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前七名 前七名前面講過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前七名的那個規則寫出來 有點像這樣 把它列出來 那這個程式 可能是不是我前面 資料 這個我沒有把這個加上去 是不是 好像結果有點不太一樣 OK 先不管 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什麼 把那個裡面的前七名 幫我列出來的 號碼把它列在這邊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那理論上 我是直接拿前面的那個格式化的程式來改的 所以這個前面好像有寫過類似的 我把這個再往上一點好了 因為 將來我們那個 右下角這邊會放我的那個 因為放我自己在這裡 所以同學常常會說 老師你這邊擋住了 所以我把它往上一點點好了 程式在這邊 只是說這個可能就要往上移一下 那前七名其實是從格式化這個程式 把它複製過來 拿這個來改一下 改 當然哪個地方改 最大的差異在哪 這前面有講過 第一個是 這個格式化是把底下的顏色變更 那我們現在當然不是把底下的顏色變更 而是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號碼直接幫我搬到這裡來 OK 比如說2號 直接就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往下的話 往下應該小一點點 就要找到7了 所以把7號呢 再幫我搬到這裡 然後往下 又8號 把8號搬到這裡 所以其實它的規則有一點點像 一樣是怎麼樣 幫我把排名的地方 全部做邏輯判斷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把資料本來塗顏色的動作 改成把資料複製到 另外一個欄位裡面的某一列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我要把這個資料複製到這裡來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也蠻多同學常常問到說 我要怎麼樣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這樣子動作 其實很簡單 兩個都Sales 所以寫的方法就是 把那個Sales 你要複製的來源寫前面 所以這個要寫在前面 所以這個寫前面的話 這個叫什麼 Sales 就是 哪一列呢 第二列 哪一欄呢 第一欄 OK 這個要寫前面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找到的那一個儲存格 所以喔 剛剛的動作 這樣子的動作 這個複製到這裡 那如果在VBA的呈現方式 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子 意思是把後面的東西 複製到前面去而已啦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等號喔 中間等號不是等於的意思喔 應該意思是把後面的資料 賦予到前面的資料 前面如果是儲存格 那就放到儲存格裡面去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樣子複製過來寫成這樣子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現在執行的話 他最後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有一個 其他都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你放一個過來 下一個又放在一樣位置 那他把資料蓋掉了 所以只會留下最後一個 所以喔 這個地方 如果我希望他一直往下放的話 可以怎麼樣 多一個變數 因為這個一樣變嘛 這個2 將來會變3 變4的話 那我的習慣喔 我都會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在這上面 增加一個變數叫K好了 K等於2 什麼意思呢 當他第一次的話是 初始值等於2 那等到他已經放了一個資料之後的話 記得把K這個裡面的資料 把它加1放回去 K裡面的資料等於K加1的話 類似這樣這樣 幫我把後面的資料放到前面去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那這樣的意思是說 我第一次是放在2 然後放在這裡沒錯 但我第二次的話呢 就是放在3 K加1嘛 2加1之後放回去 所以其實這一行的意思 就是把它加完之後 再把它存到前面去 所以這個等號 特別注意喔 也是要很清楚知道 其實等號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計算完的結果 放到前面的變數而已 OK喔 所以喔 我們如果假設 按F8好了 足行跑 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不是 第二個是 所以第二個把資料摳過來 蓋過去了 那K的話呢 等於K加1 現在等於2嘛 加了1之後存回去 那K現在等於3了 一直在一推 把它再執行 那特別注意喔 我在這個地方 點了一個中斷點 這個叫中斷點 什麼叫中斷點喔 剛剛同學 常常都有問題說 大家錯誤怎麼找啊 其實這個很好的方法 中斷點就是說 你可以讓程式執行到 這一行一定要停下來的意思 那你停下來之後 你再去觀察 裡面的變數狀況 你可以配合F8 讓它往下一行 或者直接再按執行 讓它繼續跑 有沒有 再加一個 有沒有 這個時候是4嘛 然後加1 下一次就放在5 就第5的位置 所以一直在推 全部呢一個一個 通通幫我把它列出來了 OK 也就是前7名的資料喔 就全部通通找出來了 不過後來喔 我是有問同學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要按照順序排名 比如說我第一次是希望找第一名 就把8號放在這裡 第二次再找第二名 第二名在哪裡 第二名 這才很難找喔 用眼睛找真的太累了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在哪裡 在這裡 7號 OK有沒有 所以7號再把它放上來 所以喔 如果今天希望改寫一個邏輯 這個我之前好像有講過吧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不要按照找到的順序 來放置這個資料的話 而是希望怎麼樣 而是希望喔 能夠按照什麼啦 按照這個地方 先找1號 再找2號 一直找到7號 有沒有 我跟你講 先找第一名 再找第二名 一直找到第七名的話 該怎麼做 OK 這個地方我好像有跟各位提過吧 最主要是這個 等於1啦 有沒有 這樣就找第一名 那如果要找第二名的話 等於2嘛 OK 所以喔 如果說你要按照這個概念來做的話 那你應該怎麼寫 這裡有寫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前七名先做一下 然後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想要按照排名喔 先找第一名 一直在推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OK 而且我同學蠻認真的 回去真的喔 把他試做 不過後來發生問題了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喔 待會我們再來看喔